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容其他的可能性 在今次的选举出现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再第二个总结就是说 如果短期内 如果你要在香港政治世界上生活 无论你是建制派或非建制派 你都走不开他们筛选你 你都走不开他们无形的制走 第二我要批评非建制派 非建制派今次的过程里面 除了我一直批评的不民主方式 放弃初选 复辟协商阴点 这个我们三十年前 当时的民主派冯检基有份参与去反对中英联合声明 说特首是要用协商或者选举产生 而我们当跟中央政府咬收瓜的时候 我们强烈反对协商 因为协商一定是大声夹恶 有才有势 有权有势的人是最好处的 协商不是一个平等均衡的参与 所以我们反对 而最后我们成功争取 基本法就是取消了协商特首 三十年后的今日 我们一些非建制派里面 当日他们有份跟我一起 去同中央咬手瓜 去争取取消协商 而是有份退出协商 所以我是不接受 其次就是整个过程里面 除了协商要自己找出自己喜欢的Plan B 更加用不同的手段 文革式的批斗 去否定任何对Plan B有何 对Plan B任何的批评 以至打击可能你去攻击Plan B 竞选Plan B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我五月第一次批评 如果用Plan B不用初选 就是一错再错 其实我没有说任何事 也没有参选 但你看到 网上和报章和传媒人和写评论的人 开始铺天盖地 骂冯剑基 而且骂得就骂 骂得的理由 就是当骂完冯剑基之后 那些骂的原因 全部在李卓人身上出现 为何会这样呢 你最恨那个人所有的条件 原来将来你最喜欢的 又是有所有的条件 这同一个条件 然后你看到 网上 我登记做候选人前后 前多些 因为我登记后 当我去了ICCC就改变了一些情况 那种已经不是批评了 已经是有人名有人样 想甚至元老级的非建制派的人 造假抹黑 究竟这样的做法 是对推动民主有利有害呢 究竟这样的做法 对一个将来走近的民主选举 是否公平呢 很简单 目的只是一个 我要赢 想要赢的情况之下 可以不择手段 始终我觉得 如果非建制派真是想赢 它只得一个的可能性 它经常说在口边的团结 但真是要团结 就没有在口边怎样做 也没有做出来 在今年的1月初选 是文聂和冯衔基推动了很多次 整年多的时间 做了一个制度 我再讲一次 1月15日中庭要作为一个执行官 它的总结是非常赞扬非建制派有这个制度 大家看1月15日的片段 还在民主动力的网上 所以如果是非建制派要团结 不能够用一个合理的方式 去处理内部的问题纷争 筛选 筛选 这个团结是挂在口边 团结不会实现 我昨天都读过很多次 有几年戒票 我会说 特别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 这个世界没有戒票 只有你自己够不够票 我承认今次我是输了 我是不够票的 其他人会承认自己输了 不够票呢 或是 我不够票因为你拿了我的票呢 民主选举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去投票 他决定投A 他就决定投A 他决定投B 他就决定投B 你不可以说 如果B不选 B的票就会给了A 所以 这个就不是自由意志 这个就不是民主了 所以在我的角度 是没有戒票这件事的 除非怎样是戒票呢 就是他存在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系统 大家面对自己内部的初选 初选之后 出了人之后 你再出去和他选过 这个我就觉得有可能要戒票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 何来戒票 于是是不是陈凯欣戒了我的票呢 所以这么多票去 如果出身选就戒你票的话 所有其他非Pan B的都不应该参选 否则都是戒票 那为何吴迪欣不是戒票呢 为何曾利民不是戒票呢 尽之拿走我的票就是戒票 原来除了陈凯欣之外 个个票都是我的票 这叫戒票 这就是不民主 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戒票 如果你不是同系统的 只有自己问一问 为何我不够票 我自己有没有检讨呢 所以华人戒票是一个稳待罪羔羊 华人戒票是一种逃避自己 去做好自己的责任 我还有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我自己是不会为团结而去相同 因为要团结所以我们要走在一起 因为团结而走在一起 因为我们大家有同样的价值 同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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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策略分歧 不是技术上分歧 而是基本分歧的时候 这个团结是假团结的 今天走在一起 明天分开 我们应该为相同而团结 因为我们大家一致 所以我们走在一起 因为我们大家有同样的价值 同样的策略 同样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走在一起 为什麽要走在一起呢 政治制度 你拿多个议席 你那个影响力就越大 我要多些影响力 我才能够推动到 我们自己共同价值 共同意识形态 共同策略的工作 否则你做不到 否则你做不到 有人说 听起来好像团结好过分裂 跟着民主派不团结 分裂就赢不到 但我觉得团结也有个基础 我刚才所讲的 除了是那个相同之外 都要有合乎民主的基础才行 团结得来不合乎民主 团结得来大声夹握就说是 团结得来有财有势就说是 团结得来有权有势就说是 我们都反对 今次的抹黑工程 我觉得不是偶然 我觉得不是那麽多个人 我自己认为 馮檢基这件事不合乎 所以我出现一个抹黑 为何会同一时间来自四方八面 为何同一时间所讲的论据差不多 为何同一时间 将那个越近选举 越是将那个抹黑升级 不要以为这个打低馮檢基 你就赢 原来打低馮檢基你就输 今天就是输了 为何输呢 选民不是要看你哪个赢 是要看你今次的选举 是否能够活出你那种的 活出这个民主 是否活出你那种精神 一些理性的讨论一个问题 让大家去选择那个候选人 当然是法国用一些抹黑做假 而去赢这个位置的话 我只是相信会越来越多人 是放弃用这种手段去打击对手的候选人 或者集团 其实今次的结果 亦都认了我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我以前大家访问我 我也有说 为何今次我们两个加迷都不够陈凯欣 不够陈凯欣 上次一个姚松儿不够 加多冯掩基 李卓人都不够 是非建制派所拿的票 基本上第二次 第二次多个建制派 所以我会归咎 第二次少个建制派 我就会归咎 我们自己非建制派 或者民主派 是不能够将民主 是在市民的眼前活出来的 我就会觉得 再下去 建制派 在市民的心里面会慢慢消亡 最后我讲讲自己万几票 我仍然相信港帝的民调 那些民调是什么呢 有些人又不喜欢建制派 有些人不喜欢非建制派 他就要找一个第三个他想选的人出来 当然现在这个票数可能未成力量 这个票数未足够 但如果非建制派和建制派都仍然继续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是要篩选 有权的人去篩选一个人出来 继续选下去 将北民主活现于市民之前 我相信这万几票会倍增 十倍增加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这两个阵营 所以总的来讲 我会回来完全在身检讨一下 不是检讨计工程 是检讨香港的政治生态 要走下去应该怎样走呢 怎才能够令香港真的做一个民主社会呢 我怎样可以在一个民主社会之下 我是要说服或者要逼中央政府给我们双普选呢 而怎样我们能够在一个民主社会 一个是一国两制之下有双普选 而我们可以给到内地的城市看到香港是可以的 Hong Kong great again 谢谢大家 邓金哥你是万几票 其实会不会觉得自己拿万几票的民营党 选民就是做出这个选择就是篩走了你 另外就是想问就是 会不会觉得其实你因为和民主派之间的争拗 其实变成了是劣塘商争愚人得利了呢 愚人没有得利的 愚人是赢我们 你们两个加书嘛 即是说愚人基本上 他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市民是选了他 所以市民不选是基 市民一样不选你出人 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如果非建制派都还是不 刚才我说了也不重复 那便只会一次输两次输 继续输下去 所以我会觉得那种方法 我希望非建制派可以检讨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的来号 你们的争拗攻击 攻击这个是民主派 而亦都是一个输的原因呢 你看一下 我是登记做候选人之前 我有何时攻击过他们 你给些例子我 我就大把例子他们怎么攻击我 最严峻的一次就是 我报了名的第二天 说我有同性戀 说我收叶国华钱 现在苹果还说我是欧联 左派的资金 这些全部假的 如果你这些攻击 都觉得不严峻的话 我没办法 而我都是被攻击的 我从来在整件事上 我是受害者 但是你的票和你上次的票加起来 其实比例跟上次的严重 严制派的得票差不多 你会否都承认你 是戒走民主派的票呢 我再说一次 这个世界没有戒票的 只有不够票 但你跟他加起来 那你都是输的 是输但你都是戒走票 为何要将所有人的票都加起来 为何你不说五迪熙 又不会是曾丽闻呢 但你们两个加起来的票 正正是姚崇元的票 是否代表你的票 其实都是在民主派身上拿回来 如果你有研究 我就相信你 你的数字就是这样 数字未必是背后 你有没有看过广大的研究 广大研究有数字 和找人的票来源 如果你做一个研究 找出逢远这个万二票 是来自什么地方 你自己觉得你的票是来自这些地方 刚才说了 我是来自那些不需要 也都不想陷害投票的人 因为在网上是有些这样的人 就告诉我他会投同影机 现在想问万二票是否你预期的得票 还有这个配上去反映 你反对民主派阴点协商 这个理念不得 选民是不支持你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一直都不肯说 你今次是否最后一战 是否要民主派听完你说你才行 今次人出发展 第二回答 我要民主派听我说要民主 不是听完逢远基说 是听完逢远基说什么 逢远基一路都要求民主派要民主 如果你不能够活出民主 第一 你是不是民主派 第二 选民会放弃你 第二次就是 我是承认我是 拿万二票是少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问票数是否反映了你的理念 反民主派阴点协商的理念 选民不支持你 不是 我第一句已经说了 今次的投票结果是反映两大阵营 俱里这个形势 这个势态 还是无改变 当两大阵营打架的时候 纵使两大阵营都违反民主 两大阵营都阴点 两大阵营都协商 第三种想法放下去呢 都被它融化了 无影无踪 但我的问题就是 我相信香港市民 特别港大的民调 已经有五成人都不承认自己 今次结果反映不了出来 他们都开始不承认自己是非建制派 或建制派的时候 即是说这一种 我要找出一个彩虹出来 找出一个彩色的政治世界 开始 我觉得港大的调查 是白纸黑字 客观地 写了出来 你会否参加本地的选举 你会否继续参加将来的不同层面的选举 另外想说 刚才你说要跟那些理念商的人的人走在一起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如果有的话 他会否就是中间路线呢 我刚才说理念商的人走在一起 团结才能够做到他的政治影响力 不是说逢掩机 现在已经有一班人要做这件事 要搞个政党 我重新说一次 我是没有兴趣再搞政党 因为政党在现在两大集团的斗争 文革式的抽斗方法去做的话 似乎今次的选举告诉我 其他的政治组织不容易生存 其他的组织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都要在这两大集团之下备受筛选 你才可以换下去 我自己选不选 我以前都讲过到现在 当然我会完之后回去自己检讨 到现在我都觉得 我讲过的东西都没有改变 一天见到一些非建制派 甚至建制派 他们用一些筛选不民主的方式 去令到香港的政治是独裁的 是走不到民主的 我一天可以推动民主的方法 我都会考虑和会用 包括会不会考虑选举 可以逐个讲 对您说 Anda一定好 我认为不知道 有些人会选择 我认为外iendo军选有一个军选 你剛才就說是宣言中時, 其實你覺不覺得一提回住民主委是對的事, 是否認錯的事? 對錯不是看人數, 希特拉是大多數支持下當選, 而成為希特拉, 所以對錯不是用人數來決定, 對錯是用你的價值, 用你的理想是否符合我們社會的發展, 是否符合一些永恆理想的價值, 即使香港人或其他人都未接受, 而你覺得對的話, 你又要推動, 所以我會覺得對, 你要問對錯, 我就用這個答法答理, 但多數人, 我告訴你到現在為止, 多數人仍然在兩大陣營對女的運作模式搞政治, 而這個在我突然跳出來, 說這又不行, 那又不妥, 那又不對, 那些人是未聽入議, 但不等於將來不行。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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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現在沒有什麼路線, 我現在只是說, 因為大家知道我以前在非建制, 在民業裡面民的非建制派裡面, 我們一直都推動希望非建制派裡面有民主, 民主是我們一直過往推的東西, 包括自己內部, 包括對中央, 包括對特首的特區政府, 這就是民主的路律, 你跟李先生同學出來選會令一些支持民主派的人, 最後沒有出來投入? 這個要做研究才行, 但問題就是, 對選如果你自己沒有一個民主制度去團結大家的時候, 不夠民主制度那些人的責任比較大, 那你自己覺得是否會有這個結果呢? 我都說沒有做研究, 但我的結果就是, 在內部, 特別的派系之內, 你自己不用初選的方式, 看到姚從現一次證明給大家看, 是可以成功地找到一個人之後, 其他人都不會出來選的, 是否泛民一日不搞初選的話, 你就會出來參選, 那如果是他們搞初選, 你會不會參加他們的初選呢? 我再說一次, 一日當香港的社會, 特別是一些政治團體的制度, 如果仍然都是大聲格惡, 即是有權有勢的人作主的話, 一個是不民主的情況之下, 我都會考慮用一些方式去挑戰這些不民主, 包括是否參選, 即是建制派繼續結商, 你都會繼續參選嗎? 他都未有初選出來, 你怎會問我, 我怎回答你呢? 你當他搞初選的時候, 我再問我, 為何周庭找歐六軒的時候, 你不出來講, 去到九龍西的時候你才講呢? 我又講過很多次, 周庭的事件, 當然我不是李卓人, 李卓人說原來截止報名前, 一個多月, 他們已經民主會針對周庭, 被歐落欠捷, 我們作為外人, 如果大家記得, 周庭何時被DQ入閘? 你記得嗎? 是截止報名前兩天, 剩下兩天怎做初選呢? 我怎反對呢? 反對都是笨蛋, 是不是? 是不是為了你的理念, 而令到比法民更加專制的中共, 贏得那一種, 你覺得是值得的, 是要這樣才成為法民? 我回答你的問題, 你都不從最基本開始, 你只是為贏輸, 當你原來不能用一個說服社會群眾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選民不要你, 今次你看到選民不要你, 不是馮檢基不要你, 不是你不贏到的, 是選民不要你, 你在看票數跌下去, 是否因為你做初選就行, 不做初選就不行呢? 除了是… 如果你能夠用初選的方式, 你贏的機會高的 但現在選民同事是不要你, 不是不要我, 他只不過我剛才說了, 仍然是兩大陣營的鬥爭模式之下, 去搞政治, 現在, 你能否去推測選民的投票? 是要結果, 兩個一個, 一個九萬多, 兩個九萬多, 上次兩個十萬, 是兩大陣營來的, 原本我想就是希望跳出這個可能性, 但跳不到, 我只說我跳出, 如果想今次跳出… 你能否一開始那麼大膽猜測, 是可以成功跳出這個可能性? 因為我相信現在香港市民, 是希望能夠看到一個彩色的政治社會, 這是我相信, 不過如果我看得太早, 走得太快, 你看多兩三屆你的字, 好, 謝謝, 謝謝, 是否建制派繼續協調, 這些用協商的方法, 你都會出來挑戰呢? 如果是這樣, 會否拖累你以前有份的民協? 我退出了民協, 如果你逢怎樣做任何事, 你都會問民協出來, 這個對我不公道, 對民協不公道, 這個也都是一個理性的分析和結論。 是否建制派用協商欣點, 你都會去挑戰, 出來抄選挑戰? 我都說所有去挑戰一些不民主的東西, 是民主派爭取民主人的應有責任和權利, 我沒有說過我一定參選, 但不否定參選其中一個可能性, 這樣嗎? 謝謝